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地位甚至低于享有固定土地的电龙 许克强的早年生涯证明 他是邱绍云真正的阶级兄弟 他们介于乞丐和短工之间 连通过学徒路线变成首亿人的机会都颇为渺茫 清莫各省自练新军为他提供了更好的出路 1904年他在新军第25混成协加入同盟会 他刚刚当上第一级军官 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1911年10月22日 他参加了湖南新军起义 各省独立 纷纷扩军 乡军以原厄先封雇 编制扩充游慎 大批军官因此获得本来不会存在的晋升机会 许克强就是其中之一 1912年后 许克强先后在乡军清衡 陈家佑 蔡聚游部任职 乡都谭严凯 将湖南陆军小学堂改组为讲武堂 为缺乏正规军事教育的在职军官提供培训 许克强上尽心很强 成功地通过了鲤鱼跳龙门的最重要关口 此后就一路从连长升至营长 团长 他的长官何健追随唐生至北伐 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伐军 1926年8月30日 国民党省党部下令向各县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 特派员解散了湖南行县时期成立的旧农会 没收其房屋财产 将所有新农会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下 一党组织同时控制政权和社会组织以后 就开始系统地破坏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 这些事情 其实蒋介石和周恩来 早已在陈炯明的越东自治区做过了 党军依靠蒋介石的五湖四海色拉拼盘 暂时瓦解了越军的核心 湖南以本土意识格外发达著称 军官 士绅和商人长期充当地方自治的核心力量 暴罗廷二明白 乡军是党军内部唯一能够截至蒋介石 李宗仁联盟的力量 不可能像对付陈炯明一样打倒 客军一旦离境 斗争必然出现反复 远东局则被暴罗廷拥堂反蒋的 机会主义策略违背原则 但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这时 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地位不断上升 他袒护暴罗廷的各种原因当中 机会主义的个人气质和现实主义的必要性 兼而有之 远东局系统来自早期的国际主义者或老近卫军 气质上更接近于托洛茨基 组织上更接近于纪诺维也夫 从政治光谱的角度讲 他们的分析没错 蒋介石比唐生智进步得多 越东的社会革命不仅比胡乡更激进 而且更成功和更持久 越东的自治组织遭到彻底摧毁 造成数万难民逃亡香港 此后十年 越东的难民潮源源不绝 胡乡的社会革命不仅在组织意义上更加脆弱 而且成功的时间也短暂的多 湖南农民运动给学者和公众留下的印象 比越东更加深刻 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发挥了高级黑的作用 这部名著的作者 表现出优秀的马基亚维利主义天才 从激进的相读分子 也就是胡乡土豪猎身的五毛党 阵营跳到激进的社会革命党 也就是客军或外来政权的带路党阵营 毛泽东有几分枭雄的性格 本能地感觉到谎言 弱者的武器会使谎言的依附者越来越弱 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给麾下的洗地党留余地 洗地党的思路是 如果你们说我们杀人放火 我们就要说我们爱民如子 你们说我们私通日本 我们就要说我们中流砥柱 你们说我们焚书坑儒 我们就要说我们尊重知识 以下省略五百万字 毛泽东的思路是 杀人烧房真痛快 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感谢皇军 要不然我们还下不了山 谁说我是秦始皇 我比秦始皇兄多了 以下省略五万字 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都是势利眼 互相视身的受害者形象比较突出 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攻导算成功 为了证明斗争的正义性 有必要强调自己受害在先 二十年代逃亡香港的越东难民 和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的山东苏北难民 或者说失败的土豪猎身 因为还乡团失败 所以也就得不到受害者的资格 无论根据任何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 受害者资格都是胜利者通过斗争 才能取得的战利品 你能够让子孙后代知道你是谁 就已经战胜了四分之三的人类 真正的失败者 最可靠的鉴别标准 就是谁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毛泽东发现了社会革命的依靠对象 也就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抢劫犯和寄生虫 幸福之情易于言表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 实地考察了湘潭 湘湘 横山 李陵 长沙五线的情况 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 共32天在乡下 在县城 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 仔细听他们的报告 所得材料不少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 和在汉口 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 完全相反 许多歧视 则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我想这些情形 很多地方都有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 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 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 才与革命前途有所补异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 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 将有几万万农民 从中国中部 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 骑士如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 无论什么大的力量 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绝一切 束缚他们的罗网 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 军阀 贪官污吏 土豪猎身 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 革命的同志 都将在他们面前 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 领导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 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 反对他们呢 每个中国人 对于这三项 都有选择的自由 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的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 就像中 湘南以发达的各县来说 大约分为两个时期 去年1月至9月为第一时期 即组织时期 此时期内 1月至6月为秘密活动时期 7月至9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替 为公开活动时期 此时期内 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 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方 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 因此各界对他也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农会会员能做向导 做侦探 做挑夫 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 10月至今年1月为第二时期 即革命时期 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 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 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 雇会员200万 群众便有约1000万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 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如湘潭 湘湘 刘阳 长沙 李陵 宁湘 平江 湘音 恒山 恒阳 磊阳 春县 安华等县 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 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 便开始行动起来 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猎身 一切权利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 旁击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城里的贪官污吏 乡村的恶劣习惯 这个攻击的形式简直是疾风暴雨 顺之者存 为之者灭 其结果 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 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 扫地已见 地主全力祭祷 农会变成了唯一的权利机关 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利归农会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 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一切事情 农会的人不到场 便不能解决 农会在乡村 简直独裁一切 真是说得出 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 不能说农会坏 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 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 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农会威力之下 土豪猎身们 头等的跑到上海 二等的跑到汉口 三等的跑到长沙 四等的跑到县城 五等以下土豪猎身仔子 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 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猎身说 谢 谁要你的臭钱 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 富农乃至中农 从前反对农会的 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 我到各处 常常遇到这种人 这样向我求情 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千金地方造丁口策 有政策 令策二种 好人入政策 匪盗等坏人入令策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 便拿了这事 下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 把他们入令策 那些人怕入令策 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 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 写上那农会的策子才放心 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 所以他们总是 悬心吊胆地过日子 并在农会的门外 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 乡里话叫做打铃 总之 四个月前被一般人 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 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 从前败倒在 身世权力下面的人 现在却败倒在 农民权力之下 无论什么人都承认 去年十月以前 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的狠和好的狠 农民在乡里造反 搅动了绅士们的憨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 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我出道长沙时 会到各方面的人 听到许多的街坛巷义 从中层以上社会 至国民党右派 无不一言以弊之约 糟的狠 即使是狠革命的人吧 受了那般糟的狠派的 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 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 也就气馁起来 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 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 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 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 无论什么人 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 如前所说 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 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 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阶级 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 军阀 贪官污吏的墙角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 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 治理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 乃至几千年 未曾成就过的骑勋 这是好的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 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 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 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 明明是地主阶级 企图保存封建就秩序 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 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每个革命的同志 都不应该跟着瞎说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 而且是跑到乡村里 去看过一遍的 你必定觉到一种 从来未有的痛快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 农民在那里 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 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好得很是农民 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 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一切革命同志 都要拥护这个变动 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 农会虽要办 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 未免太过分了 这是中派的议论 实际怎样呢 的确的 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 农会权力无上 不许地主说话 把地主的威风扫光 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 把你入另侧 向土豪猎身罚款捐款 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猎身的家里 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猎身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 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油箱 猎身 今天认得我们 为所欲为 一切反常 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 所谓矫枉过正 所谓未免太不成话 这派议论貌似有理 其实也是错的 第一 上述那些事 都是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 自己逼出来的 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 历来凭借势力称霸 践踏农民 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凡是反抗罪利 乱子闹的最大的地方 都是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农民的眼睛 全然没有错的 谁个猎 谁个不猎 谁个最甚 谁个烧刺 谁个承办要言 谁个处罚从轻 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 罚不当罪的极少 第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功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 暴裂的行动 农村革命 是农民阶级 推翻封建 地主阶级的 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 极大的力量 绝不能推翻 几千年 根深蒂固的 地主权力 农村中 需有一个 大的革命热潮 才能鼓动 成千成万的群众 形成一个 大的力量 上面所述 那些所谓 过分的举动 都是农民在乡村中 由大的革命热潮 鼓动出来的 力量所造成的 这些举动 在农民运动 第二时期 革命时期 是非常之需要的 在第二时期内 必须建立 农民的绝对权力 必须不准人 恶意地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 身权都打倒 把身事打在地下 甚至用脚踏上 所有一切 所谓过分的举动 在第二时期 都有革命的意义 至言之 每个农村 都必须造成 一个短时期的 恐怖现象 非如此 绝不能镇压 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绝不能打倒身权 交往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交往四 这一派的议论 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 但其实质 则和前一派 同站在一个观点上 依然是拥护 特权阶级利益的 地主理论 这种理论 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 其结果破坏了革命 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 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是堕农运动 这种议论 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 听见绅士们说 农民协会可以办 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 要换人了 这种议论 和右派的话 是一个意思 都是说农运可做 因农民运动 一起来 无人敢说不可做 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 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 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 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 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 没有了发言权的人 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 不但伸起头 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的最下级 称王 乡农民协会 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 夹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猎身 给他戴上高帽子 牵着油箱 香檀 香香叫油团 李玲叫油龙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 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 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 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 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 有相反的两种看法 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遭得很和好的很 痞子和革命先锋 都是势力 前面说了 农民成就了多年 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 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 革命重要工作 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 不是的 农民中有富农 中农 贫农三种 三种状况不同 对于革命的观感也个别 当第一时期 富农耳里听得的是 所谓江西一败如水 蒋介石打伤了脚 坐飞机回广东了 吴佩福重新占了越州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 三民主义也兴不起 因为这是所谓 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 多数所谓痞子之类 拿了农会的册子 跨进富农的大门 对富农说 请你进农民协会 富农怎样回答呢 农民协会吗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种了几十年田 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 也吃饭 我劝你们不办得好 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 砍脑壳会 莫害人 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的很 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 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临近的绅士 因为不肯搅鸦片枪 被农民协会捉了去邮箱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 例如湘潭的燕荣秋 宁乡的杨志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 反应大会 北伐胜利总庆祝 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 举起大小旗帜 杂以扁担锄头 浩浩荡荡 出对示威 这时 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 他们听见说 九江也打开了 蒋介石没有伤脚 吴佩福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 农民协会万岁 农民万岁等等 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 标语 上面农民万岁 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 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 农会的人对富农说 把你们入令册 或者说 再过一个月 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式之下 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 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 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 有些是托人说情 才要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 至今还没有入农会 富农入会 多把他那家里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 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 入会后 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 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 他们的态度是犹疑的 他们想到 革命对他们 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他们锅里有弥主 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仗 他们也根据 从来有没有的道理 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 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 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 他们的结论是 怕未必 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 办农民会 晓得天意顺不顺利 在第一时期内 农会的人拿了册子 进了中农的门 对着中农说道 请你加入农民协会 中农回答道 默性极了 一直到第二时期 农会势力大胜 中农方加入农会 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赋农好 但暂时还不慎积极 他们还要看一看 农会争取中农入会 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 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 是贫农 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 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和土豪猎身是死对头 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猎身迎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 我们早进了农会 你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 你们尚无片瓦 下无差真之地 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 确实是尚无片瓦 下无差真之地 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 乡村人口中 贫农占70% 中农占20% 地主和富农占10% 70%的贫农中 又分赤贫 赤贫二类 全然无业 即既无土地 又无资欺金 完全失去生活依据 不得不出外当兵 或出去做工 或打流当乞丐的 都是赤贫占20% 半无业 即略有土地 或略有资金 但吃得多 收得少 中年在劳碌 愁苦中国生活的 如手工工人 电农 富店除外 半子耕农石等 都是赤贫 占50% 这个贫农大群众 合共占乡村人口70% 乃是农民协会的中间 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 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 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 赵绅士的话说 没有痞子 绝不能造成 现实乡村的革命状态 绝不能打倒土豪猎身 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 因为最革命 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 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 委员 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 几乎全数是他们 恒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 赤贫阶层占50% 次贫阶层占40% 穷苦知识分子占10% 这个贫农领导 是非常之需要的 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 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他们 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 始终没有错 他们损伤了土豪猎身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猎身在地上 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 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 县党部和县农会 已经做了若干错处 竟有寻地主之请 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恒山 乡乡二县的监狱里 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 委员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 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 委员 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 反动空气便大增高 就知道这是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 堕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 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猎身 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 贫农领袖中 从前虽有些确实有缺点的 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进排赌 轻盗匪 农会是胜地方 排赌进绝 盗匪前宗 有些地方争个道不时宜 也不必户 据恒山的调查 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 都变得很好 很能干 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 尚有些不良习惯 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 绝不能跟着土豪猎身的口白 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 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 对群众做宣传 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 把农会的纪律整好 绝不能随便派兵捉人 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 助长土豪猎身的气势 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 农会做了许多坏事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 农民打土豪猎身 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 并没有什么可指摘 但是农民所做的是很多 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 我们需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 过细检查一遍 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 究竟是怎么样 我把几个月来 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 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 总共做了十四件大事 如下所计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像湘潭 湘湘 恒山这样的县 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 几乎没有哪一只脚岸里的农民 没有起来 这是第一等 有些县 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 上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 如一阳 华戎等县 这是第二等 有些县 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 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 如城部 零零等县 这是第三等 湘西一带 在原祖民势力之下 农会宣传未到 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 这是第四等 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乡中 各县最发展 湘南各县次之 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 据去年11月省农民协会统计 全省75县中 37县有了组织 会员人数1367,727人 此数中 约有一百万是去年10月 11月两个月内 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 9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 现又经过12月 1月两个月 农民运动正大发展 截至1月底止 会员人数至少满了200万 引入会议家 多只登记一人 平均每家以五口计 群众便约有一千万 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 是所以使一切土豪猎身贪官污吏孤立 使社会经为前后两个世界 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 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 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农民 有了组织之后 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 把地主阶级 特别是土豪猎身的威风打下去 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 把地主权力打下去 把农民权力涨上来 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 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 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 这个斗争不胜利 一切减租减息 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 等等的经济斗争 绝无胜利之可能 湖南许多地方 像湘湘 横山 湘潭等县 地主权力完全推翻 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 自无问题 但是李陵等县 尚有一部分地方 如李陵之西南两区 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 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 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 这些地方 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 还需加进做政治斗争 致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 踪迹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 有如下各项清算 土豪猎身 经守地方公款 多半从中侵蚀 账目不清 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 打翻了很多的土豪猎身 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 专门向土豪猎身算账 土豪猎身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战 这样的清算运动 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 做得很普遍 亦不重在追回款子 重在宣布土豪猎身的罪状 把土豪猎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 清算结果 发现舞弊 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 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 或违禁排毒 或不搅烟枪 在这些罪名之下 农民一决 某土豪罚款若干 某猎身罚款若干 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 被农民罚过的人 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 向为富不仁的地主 捐款救济贫民 办合作社 办农民贷款所 或作他用 捐款也是一种惩罚 不过叫罚款为轻 地主未免货继 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 一波不少 小质问 欲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 而罪状较轻的 则邀及多人涌入其家 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 结果 多要写个休息字 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 言论行动了事 大侍卫 统帅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猎身示威 在他家里吃饭 少不得要杀猪出谷 此类事颇不少 最近湘潭马家河 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 向六个猎身问罪 延时四日 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 示威的结果 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油箱 这种事各地做的很多 把土豪猎身 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 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猎身某某字样 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 也有敲打铜锣 高举旗帜 引人注目的 这种处罚 最使土豪猎身战力 戴过一次高帽子的 从此颜面扫地 做不起人 故有钱的多愿罚款 不愿戴高帽子 但农民不一时 还是要戴 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 捉了一个猎身来 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 猎身于是下黑了脸 但是 农会一绝 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 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 这猎身横了心 不畏罪了 不如放他回去 等日再戴 那猎身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 每日在家放心不下 坐我不宁 关进县监狱 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 把土豪猎身捉了 送进知识公署的监狱 关起来 要知识办他的罪 现在监狱里 官人和从前两样 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 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 土豪猎身中 罪恶昭著的 农民不是要驱逐 而是要捉他们 或杀他们 他们怕捉怕杀 逃跑除外 重要的土豪猎身 在农民运动发达兴奋 几乎都跑光了 结果等于被驱逐 他们中间 头等的跑到上海 次等的跑到汉口 三等的跑到长沙 四等的跑到县城 这些逃跑的土豪猎身 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 逃到汉口的 如华容的三个猎身 终被捉回 逃到长沙的 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余 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 逃到县城的 资格已是第四等了 农民耳目甚多 发觉甚意 湖南政府财政困难 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扩人 以致筹款不易 亦可见土豪猎身 不容于乡里之一般 枪毙 这必是很大的土豪猎身 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 例如宁乡的杨志泽 岳阳的周家干 华容的傅道男 孙伯柱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 湘潭的燕荣丘 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 同意从监狱取出 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 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 李玲的彭志帆 易阳的周天爵 曹云 则正带审判土豪猎身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样的大猎身 大土豪 枪毙一个全线震动 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 这样的大土豪猎身 各线多的有几十个 少的也有几个 每线至少要把几个最大恶极的处决了 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土豪猎身是盛史 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 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全 半团十年 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 将近一千人 每期名曰杀匪 我的家乡湘潭县 银田镇团防局长汤俊炎 罗书林二人 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 杀人五十多 活埋四人 被杀的五十多人中 最先被杀的两人是 完全无罪的乞丐 汤俊炎说 杀两个叫花子开张 这两个叫花子 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 以前土豪猎身的残忍 土豪猎身造成的 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 现在农民起来 枪毙几个土豪猎身 造成一点小小的 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 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